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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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我是Jenny 我們選擇在2021年返鄉 離開住了18年的澳洲 疫情年返鄉真的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航班取消 空蕩蕩的機場 我們終於在台灣跟家人相聚 當然也少不了我們心心念念的 台灣食物 回來半年了好像 又開始想念雪梨了 乾冷的空氣、好喝的咖啡 還有各種友善的澳洲人們 還記得去年我們推薦了 五間非傳統澳洲早餐店嗎 每一間都很值得去 有日本的、台灣的 也有泰國的還有黎巴嫩特色的 還沒看過的人 記得點右上角推薦影片去看看喔 今天又要來推薦三間澳洲咖啡店 跟上次不同的是 這三間店就是道地的澳洲咖啡啦 沒有什麼異國氛圍 然後你一進去就會覺得 嗯,我真的在澳洲 因為雪梨其實很多sobber都是那種 你會瞬間覺得自己去了亞洲 然後到了中東的那種感覺 比較特別的是三間店都是以咖啡為主 有些還有自己的咖啡豆品牌喔 所以如果你跟我們一樣喜歡咖啡 那今天的內容你一定不能錯過 然後就是我很想要來試試看他們家的咖啡 而且我打完一秒覺得好累喔 所以來喝喝看吧 好,走 第一間帶大家來到位於Sara Hills的 Paramount Coffee Project 我私心非常喜歡Sara Hills這個區 很多可愛的小巷弄 然後也有很多特色的小店 咖啡店、麵包店都超多 非常值得去探店 這間隱身在巷弄內的 Paramount Coffee Project 簡稱PCP 成立於2013年 生意非常好 看起來相當受雪梨人的歡迎 還有Egg on Toast Avocado 就是這邊就是quite general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蛋蛋麵 蛋蛋Ramen Fried Chicken系列的 然後還有這個有點像BeeBeeBum 最多人點的是Fried Chicken Waffle 這個嗎? 嗯 你的Piccolo Piccolo 好小一杯喔 我點的這個是有點像是韓式拌飯 然後它裡面有蘿蔔絲 然後這個 豆芽菜 菠菜 菠菜 然後自己做的Kimchi 對,他們自己小小的Kimchi 然後還有Reddish 你的是Granola Granola 就是一個健康 非常健康的選擇 我這個真的超級健康 超級好吃的 嗯 雖然說 來的時候有點嚇張 因為這個碗子還是太小了 我的飯飯 看到這邊 你是不是有點驚訝 欸不是要介紹很澳洲的早餐店嗎 你怎麼又在吃泡菜 沒辦法 我真的必須說 雪梨人對於異國料理的接受度超高的 大家都很勇於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菜單才會 還是有一些蛋蛋麵 什麼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畢竟這個城市 大家就不是只會吃Sausage and Vegemine 整間店裝潢得非常漂亮 大片的落地窗設計 室內採光非常好 喔還有一件事 其實它算是複合式經營吧 旁邊就是Paramount Hotel 也有在賣一些飯店的周邊商品 樓下還有Club 所以這樣的話 咖啡店的旁邊就是飯店大廳 隨便看一下官網的照片 也太美了吧 每一間房間都超美 我本來想說以後回雪梨可以來住 然後看到價錢 就直接放棄 第二間店是位於City的Pablo & Rusty 如果你常常在雪梨喝咖啡 那這間店你一定不陌生 因為我每天去的咖啡 就是用他們家的咖啡豆 第一次來到他們自己經營的咖啡 整間店生意非常好 看來雪梨市區也是有很多上班時間的顯然 其實澳洲人去咖啡店不是只有喝咖啡 但凡聊天 家族聚會 情侶約會 甚至到面試 談薪水 談生意 我都有看過 我自己在雪梨上班的時候 拜訪客戶除了在辦公室 就是在附近找一間咖啡店 喝杯咖啡也聊聊最近發生什麼事 噢這個東西 Something new 可以tap 可以order 可以pay 完全不用接觸 咖啡完全沒有令我失望 非常好喝 而且拉花超美 咖啡杯也蠻可愛的 他們家的咖啡豆不管是在本店 或是外面的咖啡都很讓我感到安心 食物的部分就是中規中矩 我們兩個都點了安全保險牌 我吃一個BLT Bagel Roger吃一個Avocado on toast 都還蠻好吃的 尤其是Avocado on toast 也太多seeds了吧 很健康的一道料理 咖啡很棒 食物不錯 整體環境裝潢也很喜歡 就是生意有點太好 就是人有點多 然後也蠻吵的 不過如果你在City想來一杯好咖啡 就也可以來試試看這一間喔 最後一間咖啡店 可是大有來頭的Ona Coffee 這間店是朋友的口袋名單 我們在離開雪梨前特別來朝聖的 Ona Coffee外表看起來是裝潢很漂亮很簡單的咖啡店 實際上他們的團隊可以說是在咖啡界享譽國際 連續好幾年都在世界咖啡師大賽 以及澳洲本地咖啡競賽獲獎 Ona Coffee也有自己的咖啡豆品牌 每種都有自己獨特的咖啡風味 特別特別推薦喜歡手沖咖啡的人來這裡 一定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味道 雖然是咖啡專門 但是Ona Coffee還是提供了一些輕食 簡單的麥片粥、熱壓、sourdough 都是現點現做非常好吃 咖啡的選擇非常多 我從第一頁就說Treat this menu like a wine list 把我當酒單看待吧 從咖啡豆出產地、伊索比亞、巴拿馬 到咖啡的種類像是伊基咖啡 我很喜歡喝咖啡但是沒有很懂 所以這份menu我覺得有點太專業了 先從我最喜歡的flat white喝起 其實這間店比較多手沖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牛奶 它的拿鐵、它的flat white 也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點了份musharine toast tea Roger也一如往常點了porridge 裡面的蘑菇應該是先炒過 再加上起司 烤過之後真的好好吃 完全是我心中早餐 一百分 就這樣邊吃邊聊邊吃邊聊 因為住在吧台的關係 店員也加入一起聊天 這個嗎? 蘑菇糖 現在我們在找它 對,很棒 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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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對,有點不一樣 對,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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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有點脆 對 對 真的很好 聽得出來我實在是喝不太出來 有什麼不一樣 確實有多一些水果香的層次感 但其他的comments我真的是完全講不出來 就盡可能跟店員瞎聊囉 不過這也就算是澳洲文化的一部分 small talk 買咖啡是最沒有辦法避免這部分的 好啦,今天的cafe vlog就到這邊結束啦 看完三間雪梨咖啡店 你們最想去哪一間呢? 我自己則是聽到久違的澳洲腔充滿懷念 那就先這樣囉 祝大家Happy New Year and stay saf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